关注何医生健康博客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钙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一个发育 可以让我们牙齿稳固 那骨骼作为人体的一个支撑 一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骼中的这种钙元素也会逐渐的流失 从而出现一系列这种骨骼类的一些疾病 比如最常见的腰椎疼痛 这种膝关节疼痛 那么老年人特别是骨骼的一个强健 对老年人来讲非常的重要 不仅仅能够降低比如说关节炎 骨质疏松等等疾病的风险 而且平时的运动日常的生活 也会更加的方便 所以老年人要学会如何去呵护 我们骨骼的健康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事与愿违 很多人老人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骨骼的一个脆弱性 仍然在做着很多伤害身体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老人骨骼脆弱的一个原因 那第一个就是骨骼年龄过高 那么我们的骨骼也是有年龄的 随着人类年龄的增长和增长 对于老年人来讲骨灵过高 那么骨质细胞就是随之衰老 对钙质的吸收的能力也降低 因为缺乏这种钙质的滋养 反过来骨质就会加快这种流失 而骨质是构成骨骼 硬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骨质减少骨骼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营养吸收的能力降低 那这样子我们骨骼无法摄取足够的这种钙质 成骨细胞产出不足 也会导致骨质流失的情况产生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缺乏足够的运动 不少老年人这是他的痛病 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就要安心静养 那其实不然很多老年人如果是养成适当的一个运动的习惯 积极的运动会加快这种血液循环 才能更有力的促进我们骨骼吸收营养增强骨质 那如果是缺乏足够的运动 新陈代谢很缓慢 对于骨骼的生长也不会有好处 那50岁以后想要腿脚没毛病 补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 那对于大部分的中老年人来讲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补钙 其实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饮食 那一些错误的饮食习惯会阻碍我们对钙的一个吸收 导致骨骼疾病的风险增加 那有三种食物堪称是老年人的烂骨王 再喜欢也要少吃 那第一个就是腌制加工食品 比如说腊肉咸菜泡菜等等 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味觉会相对比较减弱 那这样子类似于这种腌肉咸菜等等 这种腌制加工食品 比较咸 是不少老年人的一个最爱 但是实际上这些食物虽然味道不错 但是盐分太高 大量的钠离子摄入之后 当我们身体里面钠离子超标以后 它就会携带这种钙离子 一同流出体外 导致骨质流失的速度加快 增加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 那不仅如此呢 腌制食物中还有这种亚硝酸盐等等物质 长期食用会导致身体中亚硝胺等等 致癌物质的累积 甚至会增加这种癌症发生的风险 再喜欢也要少吃 那么第二个就是高糖食物 比如说奶油蛋糕奶茶等等 那这些糖在体内代谢的时候 是需要消耗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吃甜的太多也会引起骨质疏松 那第三个就是高脂食物了 比如说油条肥肉烧烤火锅油炸食品等等 这些东西意味着吃的太多 脂肪的摄入水平就更高 对于老年人来讲 如果摄入过多的脂肪 同时又很少运动 就会造成这种热量超标 胆固醇升高 进而影响我们对钙质的吸收 不利骨骼的健康 而且过量的这种脂肪的摄入 导致整个人肥胖 会诱发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千万不要马虎 导致骨质疏松的原因有很多 缺钙只是其中一个 但是补钙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都说补钙很简单 多喝牛奶不就行了吗 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蔬菜 它的钙的含量要比牛奶还要高 甚至高出两到三倍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含钙量最高的四种蔬菜 有哪些 首先我们牛奶的一个含钙量 就是每100克还有103毫克的钙 那么蔬菜中钙含量最高的呢 我们先说第四名 由第四说到第三第二第一 那么第四名的是谁呢 就是线菜 线菜每100克里面有187毫克的钙 那你看一下这个线菜它比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所以呢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吃这个线菜 那么我们看一看第三名 第三名呢就是芥菜 那芥菜的含钙量呢 每100克还有230毫克的左右的钙 那么几乎就是牛奶的两倍了 所以呢它的含钙量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芥菜呀我们平时也可以多吃 那么第二名呢就是季菜 季菜100克里面有294毫克的钙 将近的就是牛奶的三倍左右了 那么第一名呢你可能还不知道 那其实它就是胡萝卜鹰 那么胡萝卜鹰啊每100克里面就有350毫克左右的钙 几乎就是牛奶的三倍以上了 所以说这四种蔬菜啊如果是你想要补钙 那么一定要多吃这四种蔬菜 那除了这四种蔬菜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蔬菜含钙量都要比牛奶高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小白菜啊油麦菜啊 毛豆啊空心菜啊番薯叶啊等等 其实它们的含钙量啊都比牛奶要高 所以呢有些蔬菜我们一定要多吃 但是呢有一点需要跟大家强调 就是蔬菜里面含有这个草酸 草酸里面呢又容易与钙结合 形成我们身体不容易代谢的 不容易吸收的这种草酸钙草酸钙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呢 最好呢就是在我们吃蔬菜之前 煮蔬菜之前呢先去搓一下水 搓水一到两分钟啊其实就可以了 来去破坏大部分的这种草酸 那这样子呢我们在吃进去以后呢 就不容易呢再去摄入过多的这种草酸钙了 那这样子呢钙质的吸收啊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啊原来啊我们就要知道 其实蔬菜也是补钙的啊大户啊啊 并且呢很多蔬菜的含钙量都要比牛奶还高 所以呢补钙不要光想着喝牛奶就行了啊 不要光想着吃虾皮吃芝麻酱啊 这些蔬菜也要多吃啊特别是这种 如果是喝牛奶会拉肚子这种乳糖不耐受的人群 那么多吃这些蔬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以前和一生也跟大家讲过 还有其他啊哪些食物 它其实是啊啊补钙作用是非常低的 哪些食物它补钙作用呢是非常好的 那么以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关于补钙方面的一些科普视频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去我的首页去搜索一下啊 几个视频一起看那么这样子对盖的啊 这方面的知识就会更加完备 好的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呢 欢迎给我一个点赞 大家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呢把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就学会啊这种补钙啊 一起去关注老年人骨骼的健康啊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想了解的话题 或者说其他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何医生看到以后也会回复大家啊 何医生也会选择这种啊 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呢 跟大家一起去好好聊一聊 好的关注回声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